不知道该说他幸运还是不幸运,但澳洲十岁的孩童马修,Matthew Mitchell,绝对是世界上拥有不可思议体验的人之一。 马修曾被世界上最致命的蜘蛛咬伤,而他在谦虚异法的状态下生还了。 那是某个礼拜一的晚上,十岁的马修正在新南威尔斯州的家园后院中, 帮助爸爸清理杂物,但当他拿起自己的运动鞋时,却碰到了人生最大的危机。 当我拿起那双鞋时,有只蜘蛛爬到了我的手指上,他的脚全部固定在我手指上,我根本就甩不下去。 马修发出一声惨叫,后来终于用另外一只手把蜘蛛弹开。 他的父亲看到蜡在地上的蜘蛛后,马上就明白这是最紧急的事态。 父亲说,咬伤马修的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漏斗网蜘蛛,Farnelweb Spider。 这种蜘蛛主要分布在澳洲,被咬伤的大多是孩童。 平均15分钟内,孩童就会因为他的独意死去。 接获通报的医疗人员抵达后,立刻把马修的T恤扯下。 当成压迫绷带,并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当地医院。 但当马修到了医院时,可以看出毒液已经对他的身体产生严重影响。 马修开始出现口吐白沫,不停流汗,瞳孔放大的症状。 不久后,他甚至严重癫痫。 医生不断对马修注射大量的血清。 最后用了足足12只血清。 马修才得以解回一命。 院方也表示,这是自从1981年有漏斗网蜘蛛的血清以来。 单字最多的注射量。 马修很幸运的在一天后就安然返家。 而且也没有受到注射大量血清的副作用影响。 马修的母亲在网上表示,我还是不敢相信我们有多幸运。 谢谢让她得以在这么惊悚的情况下存活。 她非常感谢所有的医疗人员,给了马修第二生命。 让他们一家人能够安然团聚。 马修一家在当下也很聪明地抓住了那只闹事的漏斗网蜘蛛。 并把她送进澳洲的爬行动物园。 而这只蜘蛛将会在那里贡献出更多血清。 动物园表示,等到马修康复后,非常欢迎她加入漏斗网蜘蛛幸存协会。 他们将会为她颁发一个蜘蛛人勇气讲。 澳洲是世界上毒蛛分布数一数二密集的地方。 因此即使是在自家中,都必须随时小心提防。 看到这种蜘蛛可怕的样子,真的很庆幸她不会出现在台湾啊。